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平常在今天是周末 周末周六 然后在温吉博随便的一条路上 这不是主路 就是路和路之间的 就基本没什么人 车的流量就是这个程度 就不会是那种就是车击车然后一直排队那种 就平常上班的时候可能会主路上面有一些度 今天有点阴天啊 这都五月底了 快到六月了 还在下雨 天气现在也就是零上三度四度还是那样 跟上个月一样 这条路我给大家说过 叫Pembin 这算是个主路了 就是从 我现在是从南向北方向 然后这一路向南的话能直接开到美国边境 出了温吉博到美国边境也就一个小时 因为南区比较新 然后中国人也在这边 所以移民公司也都聚集在南边 第一站我们先来看看温吉博的奥莱 奥特莱斯 大家都知道这里面的商品有很多折扣 大部分都是过季 下架 断码这些商品 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奥莱为啥叫奥莱呢 就是奥莱斯这个英文 就是插头的意思 就是以前就是工厂旁边都直接开店卖货 就感觉这个墙是工厂 然后插头外面就是这个直销店 你就在这里面买东西 所以这里面你看到那个耐克 Nike它就叫Nike Factor 这些都是一些不知道有没有牌子 有 这不是万斯吗 万斯的一个小白鞋 69 假如说Tumberland的吞博兰100刀 是吧 都是牌子 搬你路 牌子 搬你路 这个叫什么 斯科齐的男士100刀 就这么个价格 真够丑的 这什么玩意 然后它这个为了你方便 这是每一个区域的一些鞋 都这么一双两双都把这个号先分好了 看这上面写的叫Clearance 就是叫甩货 这有这个阿迪达斯的 它肯定不是新的那种货气的 80 90刀呗加上税 全是菠萝的 挺可爱的 一个多少钱呢 一个小包 最小包可爱吗 多少钱是这个呢 这个一款一款 这个是一货币和链 币和链的拆拦是可以取得到的 这个是$359 $359 这次的货币和货币是$200 哦 这里面有了 这个苹果表袋挺可爱啊 国内淘宝吧 公红女孩们需不需要运动内衣 看看多少钱呢 40刀 上衣是10刀off 就是4045200块钱 所有的裤子是60刀 它这个上面的钱 相当于全部都给打折了 之前是100刀的 耐克的就是70块钱 短袖的话也就是30块钱吧 35150这种短袖 常规的短袖30块钱都是一样的 帽衫呢就是50块钱 这种薄的这种秋冬 然后这种西汉的呢 就是40块钱这种短袖 都太丑了 这种店呢就是那个 它就是也什么都有 杂货的那种 这厨具们比较贵啊 这种你看 肯定国内比这便宜很多 我是一个勺都12刀了 国内国内要是大百货 拼得多 肯定比这便宜多了 但是没办法 只能这买 但是质量都还是保证的 这些东西 所以说是国内产的吧 它这个出口出来之后 它还是有一个这种 生产准则吧 一般质量还都挺保证的 第二站我们看看这个吃喝啊 这个这家店是我挺喜欢的 它叫coop 它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这种 相当于合作社吧 这种合作社就是这种公司成员 它有可能是 比如说客户啊 员工啊 这谁都可以 或者说一个组织啊 都可以成为这个公司的成员 它不是这个被一个人所拥有 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股东 所以说它就是啥都卖 比如说药妆啊 什么这个生鲜啊 甚至还卖汽油啊 什么农业饲料啊 这些东西 咱们国内吃的这个 叫什么西葫芦 这是两刀一磅啊 一磅估计就是一斤的左右啊 大概怎么知道 就是人民币就得十块钱一个 生菜一个 它是按论个卖的啊 就这种平常我们吃的这种生菜啊 这个就是三块四 三块四 一个这种红子柚子就是十块多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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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什么在这儿 柠檬 柠檬的话就是还便宜一点 因为比较多老外吃的多 这个菜一斗啊 就是五块钱一个 你看一个姜 一个姜一斤的话就在十多块钱 这吃不起啊 黄瓜 五块钱 五六五五二十五 二十五二十五块钱 就这么几个黄瓜 西红丝啊 一斤就得十多块 一斤两个就一斤了嘛 就得十多块钱 这还是这还是在叫叫叫sell正在这个促销呢 也永远都sell 然后他这个地方有这个现成的这个面包房啊 面包的话 假如我们就平常你说 就生活中就是吃一袋面包吧 就是十五块钱买这么一一落吧 假的一样 跟这个塑料的一样 你看这些蛋糕啊 一个蛋糕的话 就在一百块钱 一个蛋糕 看一个牛排一磅的话 大概在一百块钱左右 人民币 还有一些鱼啊 这地方是一个草原啊 草原很难买到鱼 手鱼 它都是运完冻鱼 看看这个牛排 它按咱们按公斤算吧 这样的话比较常规 34到1公斤啊 从这开始进入了温尼泊的这个downtown 当时我说过这事儿 你看这个房子都是上百年的历史的 这些烂房子 这个地方确实是因为天气情况 所以他这个房子也不好保修啊 这个维护起来比较麻烦 政府也不愿意掏钱啊什么 你看这个地啊 就是这个天气原因是最大的影响 你看一直就是它夏天 稍微暖和一点 它就一直在修路 那些楼子看起来很旧 就感觉就像电影里面 那个就是僵尸袭城之后那个样子 这就是downtown啊 就是高楼比较多 然后电啊 然后这个银行啊 有一点都是这边这个样子 周末也就是这样 这个人流量车流量 就这样 路上也没有人 它不是说什么疫情什么之类的 它这个加拿大人就是这么多 它只有这么多人在街上 就是这个量哈 这一站我们来到这个downtown的这个fork旁边这个小商场啊 这个叫fork plaza 有一期视频我说过这个地方啊 这里面有很多那个卖吃的的 还有一些这个加拿大和原住民风格的礼品店啊 这一个50块钱呢 加拿大皇家七景 这些东西都是Mailin China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这边卖的就死贵死贵的 这一辈子都都加税都已经100块钱了 泡椒 泡椒 哎呀 说来了 出来就是这个顶棚啊 那时间刚刚完成这件事 终于把这个东西给弄上了 这现在是个新的了哈 夏天准备这地方就可以吃饭了 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拍摄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楼梯被淹了 你看到那个 看到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台阶啊 这边都涨水了 这边天天在下雨 怎么样这个地方 周末啊 冷冷清清的 啥人没有 这一条河岸就我一根 加拿大就是空无一人 自己在河边冥想冥想哈 没有人给你挤啊 好 这一站我们来到这个常规的这个购物商场啊 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牌子和品牌货哈 都是当季的 然后苹果店也在这里面 这个叫Power Park 造自己的哈 这是你三个小人12块钱 然后要选一个帽子 然后选一个工具 可以选不同的头 不同的表情 这是谁 这是谁 小熊维尼 空墨人还挺多的哈 这边还有吃饭的地方哈 什么国家都有一个哈 墨西哥 冰激凌 纽约 薯条 哎呀终于出太阳了 真不容易 同一天 看四季 刚才又下冰毛 现在天又强了 今天这个最后一站 咱们看那个Costco的这些大致的价格 23块钱 一公斤 提拉皮啊 就是罗飞鱼的单位价格在17块钱 雪鱼呢 单位价格在24块钱 这就是这个罗飞 红色罗飞 跟鲸鱼一样 三文鱼呢 单位价格是31 五斤 看鸡胸肉 21块钱 鸡翅呢 单位价格是14块钱 鸡腿是10块钱 鸡呢 处理好的是10块钱 这个鸡胸是13块钱 鸡大腿呢 7块5 猪肉排骨呢 13块钱 猪肘子是7块5 五花肉呢 是13块钱 羊肉 就肯定比较贵了 羊腿是19 这个切好的小牛排是28 这个相当贵了 肉眼 应该是34 哇 这个最贵 西冷是34 一样 这个叫汤帕克啊 这个是50 这是大骨盒啊 这叫做战术丸 鸡蛋啊 鸡蛋这么一盒是16块5毛9 60个鸡蛋 好咱们做法来总结一下啊 这个在海外的人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这个花销的上下浮动很大啊 这个因人而异之肯定的啊 单说一个价钱说我每个月花多少钱的都是传流网 肯定是有贫贫枯的吃法也有这个王爷的吃法对不对 每个人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今天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 还是我的风格啊 咱们尽量就是透明化 然后量化 用数据去说话 也别太较真啊 就给大家一个这个盲人摸象这个里面这个先说大象这事 有的人连摸什么都不知道呢 咱就先别纠结大象的年龄和这个大象的公和母 就你先首先真知道是个大象 大概是个多少数就OK了 不用纠结太多啊 好咱们看我右边这个表啊 从这这么看啊 这一粒就是刚才我从Costco里面拿的那些价格 然后我给他们做了个平均 就是不管什么肉 然后刚才那么一盒正好是三公斤左右 哇你一周一个人吃这么一盒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有七天每天两顿 十几顿饭 天天在家做饭 可能还不够啊 我们先这么算 然后这个蔬菜水果啊 咱们看左边这个页面啊 这是另外一个Canada Superstore这个超市的价格 它这里面就是很乱啊 它有的是按个算的 有的是按袋算的 有的是按公斤算的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什么阴谋啊 故意让你看不清楚物价 咱们就按它这个单位价格 有的这个地方算它的价格 你看这个就是100克的就是两毛二 咱们就算它就是一公斤就是两块二 然后这个是一公斤是十块钱 因为生鸡果比较贵 然后就是大概这么个价格 然后土豆就是一块钱一公斤 这个辣椒就是五块钱一公斤 那水果呢就相对比较贵了 你看蓝莓就是在二十块钱 然后这个树莓就是二十九 草莓十七 橙子五块 这样的话我们大概给它一个平均 就是一个十块钱左右的样子 然后你的这个蔬菜可能比肉吃的要少一点 或者多一点 这都不一定 这样的话再加上一个这个慢省的税啊 比较重 百分十二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出来一个人在慢省 每个月的花销是在337左右 这个数字呢我怎么知道我算的对了呢 因为是算完这个之后 我在网上搜数据的时候 正好搜到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可能是做数据分析的啊 咱们给大家换成中文 然后看一眼 然后他说的是如果你是吃西餐的话呢 一个人的最低的推荐的 钱是430块钱 然后他下面有一个说是亚洲食物的话 可能会便宜一点 然后大概是350块钱 我一看这个钱就差不多正好是这个钱 其实我觉得亚洲食物有的时候可能会贵于稀残 因为有一些调料会从中国国内运过来 可能还比它贵啊 也有也算一点消耗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 你模模糊糊就能摸出来一个人做最终消耗 就是在300到400之间啊 这个女生吃的少一点 可能肉吃不了这么多 也就是在两公斤左右 然后你的这个蔬菜可能也吃不了这么多 假如是在1.5对吧 然后可能就会更少一点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王爷的话 你可能吃的肉多一点 然后就是三公斤对吧 蔬菜更多一点 就是在300到400之间 就这个意思 这些就是纯最基础的啊 没有包括什么零食啊 外卖啊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要是外卖的话 一天假如一顿外卖就50刀了 然后两顿就是100一天 然后一个月就是3000块钱 一个人一个人大概是380 如果要是两个人的量 肯定就是在大概500左右 这个地方我把人民币也放在这 一个月相当于2000块钱啊 你不能生意能跟国内比较啊 这个东西肯定咱们比了半天 也先统一单位对吧 才能去做比较 你得看你挣多少花多少 这个东西挺复杂的 咱们到后面可以再专门花视频 细讲这些事情啊 他这个现在是最低的时薪 就是他们按小时几 每个月全勤的话 就是160个小时 你再扣一扣这个养老 然后保险 还有失业金什么之类的 扣10% 慢省的 不管什么公司 他合法必须给你13块钱 然后啊 你要想养活自己的话 就是这个330多块钱的大概这个比例 好这一期主要讲的是算是 衣食柱形里面这个1和10吧 下期我们可以讲讲这个柱形 然后什么水电网 能计费之类的 好我们下期见